流亡副商铺王健死亡疑点,接海航是情报渗透平台,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,11月20日在纽约举行记者会,对中国海航原董事长王健之死提出更多新疑点,并表示海航是中共国安部在美国安插的情报平台,也是洗钱工具广告,记者会上播出了有关王健之死的一段监控视频。 视频显示,当地时间7月3日上午10时36分左右,王健和一名女翻译及三名保镖离开旅馆,前往法国博弥约当牛的景点时15时分左右,女翻译向旅馆餐厅老板报案,说王健最强记者会上提出的一点包括一,女翻译向餐厅老板报案时,使用的是法文,未来是王健将最强报案时的哭泣,是因为恐惧, 而非难过。 二,餐厅老板表示,当他赶赴现场,使保镖仅剩两人另外一人不知去向他还发现,王健附近的地面上,以及一位保镖的手中,都有针酒用的针头三。 根据餐厅老板的说法,11时30分时王健,仍然活着下午20王健,被送往停尸监警,方在12时9分左右,赶到12名保镖及翻译,都在旅馆从11时30分,至下午20这段时间内,王健被如何处置情况不明。 四,事发后中共领事馆人员全面介入调查,法国警方警告当地人士晋升不少现场监控录像,也遭到删除。 此外,郭也表示,王健因为知道太多所以非死不可,他公布了一些中国海航公司,近年来迅速扩张的资料,以及资产非正常转移过程中的疑点。 并指海航并非正常企业,其实归属中共安全部主管,是中共在美国甚至全世界进行间谍渗透的情报平台、战略平台、情报网络以及洗钱工具,并建议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此展开调查。 今年7月3日王健,在法国普罗旺斯一处旅游景点,意外坠墙死亡,引起外界关注法国警方调查后,表示王健是拍照时失足落下10米高墙死亡,但多方消息显示,此事疑点重重,很多人怀疑王健是他杀。